大家都说广州是千年商都 如果翻开广州的另一面 这里的人文风情也会让人流连忘返 一花一木都充满了故事 被春风吹暖的三月也是木棉花绽放的时节 每年新春一时 广州的春天就被木棉花染红 传说中五指山的老英雄吉贝 南越王赵驼所称的烽火 还有我们熟悉的英雄花 这些都是木棉花的称谓 浓虚大面好英雄 壮气高官和洛洛 当我们每次说起木棉花是广州的试花 都会有一种敬仰英雄的自豪感 每年木棉花盛开的时候 捡木棉花都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 木棉的英雄气概 令它容不得半点凋零的颓势 花旗一过决然落土 每一朵都还是火红火焰 游客会将它摆成不同的形状 留作纪念 老广州就会将它晒干 煲汤煲水 清热去世 正所谓内外兼修 在中山纪念堂的这棵300多年的 古树木棉 在2018年被评为全国最美木棉 现在它继续神采意义 迎接八方来客 美丽的花都需要互发使者 这棵木棉古树更加是我们的养护重点对象 我们来请教专业人士黄公 你好 木棉它因为比较高 所以身上是很容易长那些寄生植物的 然后我们每天除了日常的寻查外 每年都会进行一次比较大规模的保养性的修剪 所以我们这棵木棉虽然年纪比较大 但是是没有寄生的 要养护这棵300年的古木棉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帮它施肥 凭时我们看到的喷洒式的施肥 营养可能会被其他的植物吸收 所以我们发现了这个法宝 像打针一样垂直往下 这样营养就可以直达根部 养护人员还会定期做好防虫防害的工作 也正是因为广州这座城市 素来爱花西花 才会有花城广州的四季如春 在这个春天 我们已经踏上新的征程 向着挑战和机遇 一起开启全新的篇章 人像长一首诗 里面既有广州又有木棉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块石碑 就会发现原来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更加美好 广州好 人到木棉虹 落叶开花飞火凤 参天晴日 五丹龙三月正春风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